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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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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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已经太坏出人口了 没有 不知道 你随便说出一张一节 那甚至有的人被圆灯被的比你都熟 而且来说二十五集西游记 后来又续了二十五集 所有的妖精怎么打 怎么来怎么去 打完之后谁救的谁 最后又继续修行 无非都这么个套路 而且来说每一个妖精怎么回事都清楚 也没什么可讲的了 咱们今天呢具体想聊的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当就西游记而聊西游记 其实西游记当中有很多 这个八十一难之外的话题可以聊 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西游记啊 就是一部类似于童话一般的神怪小说 是蛮独生童话 人灵童话 特别的简单 每一个故事或者说每一个章节呢 说明一个道理 什么这个九九八十一难说明了唐宗师 那个唐宗师徒岁 这个师徒岁 一行一路之上的斩妖除魔 不畏艰辛 弘扬夺法 辅足众生 就说明这么一个意思吗 希望这个看了故事的孩子们以后长大了 能够这个一往无前 什么事情不怕困难 我说这么一个问题呗 其实不是 有的人说 看学习过程当中啊 总结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 比方说第一大矛盾 孙悟空大闹天空 十万千兵 拿不住松头 七千大战 可能大户来基金路上 九九八十一样碰着个妖精就死 碰着个妖精就死 碰着妖精就是惨罢而归 拿着蓝尾整个妖精 来帮他斩妖除魔 能在五百年生下光达之后回旋了 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童童大户天空那么厉害的其他大战 怎么在西京路上 那么坏呢 是吧 真太矛盾了 而且来说 很多的妖精大家知道 都是一些神经的作祭 甚至是这个小童儿 你看金角大仙 金角大仙 那就是带着老君的两个康格如的崇子 怎么这么厉害啊 孙悟把托 还有 在里面说 孙悟空老说 这个是五百年前大闹天空 到底是不是五百年 大伙都是这个理所应当的认为 没错 这五百年前 他都这么说 国英国类这么讲的 不对 咱们仔细的看一看西游记原本 孙悟空头一年 被关押在五指山下 安大迪八门后的六子真言 正在五指山下 把这个孙悟空关在下边了 当年孙悟空曾经听到 周围有小孩喊童谣 童谣的意思是 王莽篡汕之民 王莽篡汕是哪一年 诸位 公元前一年 王莽正式登基是公元九年 那么 唐僧西行取经 就是旧 宿公的那一年 是哪一年 公元六百三十九年 公元九年到六百三十九年 他说五百年 四舍五入太狠了吧 他就说大脑天空眼前说六百年前吧 这篇谱五百年前 为什么 关世音告诉他五百年前 关世音不识书吗 不可能 那为什么 还有 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 孙悟空在老军炉里边锻炼了七七四十九天 文武之火 不间断的烧的 烧烧了之后 从炉里边出来 练就火眼金睛 铜铜铜铁呗 没事儿 可是 到了红孩那儿 突一口火吐出来 死了 吃了龙羊给的黄昏丹之后 还消到了一条命 文武说了 七十二般变化 就有七十二条性命 消去了一条性命 他还剩七十一条 红孩老婆怎么就能力呢 这是什么 再有一辙 啊 这个 七十路上 所有的严肃都说 啊 吃得康生一块肉 能够把我长生不老 永远天眠 谁吃过 在七十路上别说吃 每个严肃都没过来舔一下 对吧 可是 为什么那么多妖精都这么身心不息说 吃一口藏风肉能够长生不老 这话谁传出来的 这就有意思了 所以说 这么多的谜团 有人就说了 这就是吴承恩的一个败笔 一个败笔 两个败笔 这么多全都是败笔 如果吴承恩写了这么多败笔 为什么古人把自在名著之中 唯一一部神怪小说的代表立为他呢 那封神堡就完了吗 封神堡的艺术造诣不比他差呀 吴承恩就这么笨吗 不可能 再有一句咱们仔细回家去看 西游记当中很多的诗词歌赋 非常的好 文学水平绝不比《红楼梦》差 那么也就说明了 吴承恩这个人是非常有文学道义的人 了不准 那不能有文学道义的人 为什么在西游记里面 就这么多个让人看上去 非常显而易见的矛盾 就放在那儿呢 那么这些矛盾 是不是真是矛盾 漏洞 代理 有没有解法 并且这些解释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 这是咱们正要聊的东西 那么今天呢 还得把这个话说的前奏 咱们今天所有的要聊的这些东西 就是以西游记说西游记 比如说我说这么一位大先 这位大先能力特别高 比如乌奈福海高 就是西游记里面写的 你说不对 这个福音榜里面写 这位大先就没有乌奈福高 这不抬杠 没法抬杠 本来就是神怪小说 你没法找根据 唯独只能从西游记里面 找西游记的问题 所以在这儿不要抬杠 那么咱们重点就是说 西游记这部书 它能成为四大名著之一 跟葫芦梦能够相提并论 有很多的工学家 有的工学家研究的深了 说有一个小丫头脱了一个托盘 托盘里面有一朵工花 这朵工花走完了院子里一圈 正好把金十二差介绍一遍 怎么介绍呢 他说了一说了二说了三 最后说有一个金差实在是抹不大了 说曾经过过哪个老妈的身边 是伺候那个金差的 那回答十二金差找了一遍 研究都这么细 很多人说西游记实际上也值得研究这么细 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聊 那今天呢也只是一家之言 不与不对咱们下来可以翻盘 希望这些东西呢能够给大家一些谈资 那今天咱们聊什么话题呢 聊非常敏感而是有意思的这话题 就是唐僧启经 那你说唐僧启经有什么可聊的 还有可聊的 唐僧启经咱们聊什么 就聊唐僧启经的原因之所在 唐僧为什么要取那真经 有的人说了太简单了 啊 这个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会学说话 就知道西游记唐僧启经到底为什么 那就是狐度众生弘扬佛法 不是 弘扬佛法弘扬什么佛法 如果真的是弘扬当时他所知道的佛法 咱们现在知道 当时在没取翻葬真经之前 他念的是小成教法 那么在这么关心之前 他从来没听过大成教法 大成佛法分葬 不知道 那么如果他要弘扬佛法 也仅只是他所念到过的这些小成佛法 有什么被要去吸贴 他压根不知道 这就没法说了 弘扬佛法要去七天几经 没有什么回事 弘扬众生 那么念经能够弘扬众生 怎么弘托的 他也并没有一个真结 那有人说 那你说他不是为了弘扬众生 不是为了弘扬佛法 到底为的是什么 咱们就是要聊一下 这些事情呢 必须啊 要从最初这个 那个庞贞观 贞观十三年 这一年了 贞观十三年这一年 下景天的时候 在庞都长安 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了一位老者 这位老者是鹤发童年 看年纪 足有百岁上下 那一身 因为白色的岛袍 可是 没有带道观 头儿完全飘散 啊 先锋道路 望着没穿鞋 行走在大街之上 不知道这个老头是什么时候进的城 不知道这个老头到底在哪儿落着脚 可是 某一天 这个老头啊 或者说暂且成为一个道人 立起了一座挂棚 挂棚旁边 立起了一个广子 广子上上去三个大字 人鬼神 就这么三个字 他在旁边啊 这六个挂棚往哪儿一坐 人鬼神当自立的这儿 别的算挂的都是什么呢 这个 什么 大雷军挂 未不兼知啊 什么王万千 李万千 张万千 他这儿写人鬼神当自立的 别人谁不知道干嘛的 有这样的胆子过来的 所以老先生您这是干什么的啊 我这是个挂盘 你们写人鬼神当自立的 天上地下 人间鬼道 没我不知道 上是三天何月 下是草木一生 你问我什么 我能告诉你 哎呀 老人家您这太神了 你的挂盘挂桌下 文银一百两 哎呀 老先生您听疯了吧 啊 你的道理呢 也没听说过文银一百两 哼 我能知其中或福 上至五百年 下至五百百 你问我什么 我能告诉你百分百 还不值你一百两文银吗 有人一坐牙发走了 有些人想要了解 但是一听说是一百两文银算一挂 都摆着手牙头走了 有这么一天 来的一人 这人是当地的地体 啊 地体 因为头特别大 又姓炎 所以我们叫他炎的脑袋 炎的脑袋 炎的脑袋最大的特点就是嘴外 哈哈 哎 撇着辣嘴 啊 踹刮子能抛标本 自己打笼子打牙子 你看人鬼神 听说了说一百两银子算一挂 一百两银子一挂 到明天 老大 你说要放那儿啊 啊 我说算了 放那儿多看一挂 一百两银子一挂 没啥啥啥啥 对 都得让你开个章怎么样 开章 行啊 好吧 新疆文军一百两 你问我什么 我告诉你 行 你别说一百两一千两 这都没关系 你这个准灵吗 行 我说出事情里如果不应验 你打我挂牙子 行 我问你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我什么时候指 你说 我什么时候指 你说 如果说对 我跟你扬明说不对 我打你的挂牌 打你挂牌可没那么简单 你赔我一千两 这纯属柔人 哦 算你什么时候指啊 好说 今夜间子十三个 我看你嘴太回答了 人家你什么时候指啊 你就说这么准 今夜间子十三个 子十三个 行 今夜间子十三个 我如果不死 你一听我早来打你挂牌 你结果一千两银子 走了 听言之马 当地是非常了不起 啊 那个混混地儿的高人 啊 流氓记得魁首 都知道 大小子流氓这棚子都围着呢 一听说 这儿这个一百两银做主 如果说 第二天没死 直接拿一千两 行的 这帮小伙子 那老闆这回说不得了 这一千两只这么拉 说不得了 对 您在那现场这么硬了 谁想动您呢 啊 谁都死不了 结果 当天晚上 人家脑袋 心里边也是变态 家里边 有这么一个大院子 大院子周围啊 通人一般里之内都没有人 我在院里边睡一觉 啊 我就在屋子里边躺着 我怕着 防塌了把我打死 啊 不会听过那个死臣来了吗 啊 啊 就跟那意思 我在天井灯了 可不可以说地震 啊 那个时候那个 这个 这个藏出藏安 没有什么地震 不可能 我在院里边躺下 在院里边扑着链子 因为是下阵下的也无所谓 啊 第二天早上几个惊慌放掉 我得打爪牌 刚躺下去 躺着啊 借底 不是搬一百米 这个没有院子吗 没有人家吗 一百米吃饭 紧挨着 就跟他吵架 两口子吵架 吵架得砸东西 啊 你从这儿砸东西 男同志回来提了也跟着砸 男同志砸来砸去 砸了一茶壶 啊 这茶壶 茶壶肉的这地儿太大 从窗口飞出去了 直接一摆起开外 揉你那院子 蠢 靠在这人的脑袋脑袋上 万多桃花开 你哪位看着砸也不喝豆腐脑了 哈哈 喝了 啊 第二天早晨起来 有人到人脑袋家 就想帮着一块儿八卦 他要推门往里一看 此天里当远 啊 了不起了 哎呀 这个老头 不算卦的这位老道士 这个名声马上就在长安中传遍了 紧接着 就传出来老道士另外一个说法 说 每一百两算大不假 一千最多算十贯 买卖就是这样 啊 你越说你买点买点买点 哎 甭管卖什么东西 你越说让他买 越不买 你什么时候说 我这啊 最多卖你多少多少 多了谁都不卖 你都买回去 都买回去 就这样了 一千最多十贯 坏咯 本来就有名像一天在最多十贯 每天有排队 十贯算完了 你关门 而且来说甭管算什么 是没有不应验的 啊 说这个 算生小孩生谈生女啊 啊 说你的生一粒算 生一粒算 回家一粒算 生完了准成龙凤胎 都这么准 这一天 十贯算完了之后 马上要收摊了 从西北方大机制上 当当当当当当当 走过一人 这些人五十多岁 是一位老汉 啊 裤子搁碗 脚下呢 一看就非常的 这个透亮 怎么能藏在水里边泡啊 啊 短一斤小小伙 一看就是干什么 工长跑到大摊前 一把 把你老道具里抓住 啊啊啊啊啊啊 满心 哦 这位 您是要做什么呢 啊 老汉 我求您敬我一命 啊 从何讲来啊 我想您帮我算一个卦 看着我极心佛福 啊 算卦 明天请早 老汉 您别说什么 您看我这身打荡 我不是一个父母库之家 我就是个打鱼的 在长安城道 靠金河之中 打鱼为生 什么金河 这三点水 一个清爽的清的又半拉 精为分明的精 在金河之中打鱼为生 啊 可是最近这半年多了 我打鱼是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永远不捞鱼 没捞过大鱼的鱼 啊 可惜不是说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最后捞一把鱼的鱼吗 没有 从来没捞过 啊 我再要捞过捞鱼 我们家一家老小 看全都得用 您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如果说能挣来钱 我再给您钱 就能给我们钱一网吧 老先生一看这个老小 恰不算来 心中暗道 这个老小 就是一大鱼老小 因为他打鱼 有一种新大的工具 可是来说 这个事儿必须从这儿起 哎呀 我已经给你算过了 这样吧 为了救你家一家大小 我的论文也不容易 明日正当五十五三个 因为现在应该是中午时间十一点四十六分 就这么准 五十三个 你在金河之上 从长安城城 城楼出去 到金河走 走到金河 再往上游 走一百步 看有一块怪石 这怪石啊 就跟我这个样子差不多 啊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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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老独鱼 一个时钟之后 未识三刻 也就是一点多钟的时候 一点四十多分的时候 两个小时时间的收网 要多数鱼 又多数鱼 可是几乎 只此一死 再多了可就不好了 天机不可泄露 多说无意 去吧 一甩手 老头 关门车房子走了 这大鱼老头 哎呀 这么准吗 我试试吧 都说这位老先生是神仙 那我听他一把 一百两银一挂 我就算抽他 第二天 早上起来 天不乱就起来了 说是中农五十三个人的下巴 抱着网 抱着大鱼的楼子 急路如飞 按照昨天 老先生指导的 从这个长安城里边 出去奔金河 到金河 上行一百步 哎 真有这么一块石头 这奴友党夫就好像是个人士的 还有成胡子 啊 真是这么个意思 看来这老先生太深了 得了 我等吧 看天 看这个太阳 从东方升起 逐渐的正当乙如十三个 立正最大最直的时候 哗 打往往下一洒 那头立正干子 这头立正干子 怎么一直 等着 这套鱼头最熟 我打了好几十年鱼了 再等 等一等 看这头 三尾往西一天 约 是一个时辰过去到位十三克 唰啦一收 好假 满往都是精美鲤鱼 鲤鱼 多少斤都不为重 精美鲤鱼 这是要成龙啊 满往的又摆出来一招 就卖出这一脚 起码能卖几十两银子 哎呀 咋啦 把这一绑鱼收回来之后 上几十一卖 都不受过人工 老头一看 哎呀 这么一家的是吃穿不进啊 行卖多了 我见好就收了 可是到了晚间 数着卖的这些银钱 旁边提问说 你怎么今儿打过来这么多钱 咱们怎么这么回事啊 媳妇出路一个 哎 你听那老先生的呢 打鱼都打鱼 在怕什么呢 钱挣回来就是真金白鱼 你这 你明天再打一次 咱就多打了一次 把儿子这一罐的钱给他挣出来 咱们手所不干了行不行 是个主意 人就怕贪着人 第二天 三客又撒冷下去 那是三客一收回 满网的金白鲤鱼 东寿一空 东寿一空 可是都受一空 坏了 惹了一个人 说是人他不是人 是谁 是禁河龙王 禁河之中有一个龙王 这龙孟爷 说 我这河里面有多少尾金白鲤鱼要成龙 这是我未来的子嗣啊 这两天怎么我这些儿子孙子全没了 这这大伙当绝股头啊 天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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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大岁数上新兴医院也没治了 我这必须 必须我得查出是怎么回事 后来在沙冰蟹匠出去打听 到山城里打听了一构 回来禀报金河龙王 龙王爷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你老头连个两天打了两网 啊 这两网打下去 那个能阅龙门的鲤鱼可都没有啊 是这么回事 啊 这么说 这个老头 这是 有高人指点 这高人是谁呢 老龙王当时可没明白这高人到底是谁 书之代表 那名将冠老先生是谁 是鬼谷子 天师 啊 就是为了这段机缘巧合到城南城里面摆卦团 啊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行 这欺负人不能欺负到这种程度 习个人脖子拉水啊 拉膝子我擦了 拉肝子我擦了 先不干半不干 到脑袋上拉力 哈哈哈哈 说他哪瘦的了 不行 我得脚的老头麻的 那人挡起来 啊 静和龙王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年轻的书生 啊 非常的这个英俊消杂 拿了一个折扇 啊你想的明白就看我 哈哈哈哈 我这么个意思 啊 从静和出来 来 正常安成礼 一打的就知道 老先生挂他都团神了 了不得 哎 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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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吧 一路之上 不挂他 到挂棚那儿 哦 人山人上 旁边虽然说 不是谁都排的伤害 那每天只算实挂 但是 老老百姓就爱 躲了个热闹 啊 在旁边看着 这些 破算是领累了不得了 神了 看热闹 看着看着 静和龙王变化的这位 书生就挤到人群之前 人 别放这段 老先生 你这儿算卦 灵正 你抬头一看 这时候鬼谷子先师一看 呵呵呵 这是静和龙王变化而来 都能说错 你大眼神是谁 但是静和龙王可没看出他来 两个人傻力侦察太过神书 我是算卦 可是 要算卦挺趁早 我一天只算十 十个 老老先生 这时候嘴瞧了 你得 你得原谅老头 这时候大 我一天只算十个 啊 要算明天趁早 哦 我听说你一卦是一百两个人 我出一万两 和我别看了 所有人都傻了 好吧 一万两个人要做什么卦 行了 我们听着吧 你比我们狠 啊 一万两 行 一万两里操作 没操钱 从这售口里 拿出一颗野民族 柯软大小 那时候一万十万都卖出去 放个人 我做算的鱼 我做算的鱼 说完这话 那野民族就是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吧 你要问何事 好 我跟你说 我要问问 今年的雨水如何 最近的这一场雨 下几十几克 几点重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今年啊 城南城里城外都是大汉 啊 城外的很多殃鸟呢 都因为大汉而接受 眼看就不行了 啊 那 都说今年无雨 雨少 你就算算 今年 最近的这一场雨 什么时候下 下多少 老先生 是雨常然 真是算别的卦 有叉子而算 没有 哈哈哈哈 啊 你说最近这场雨啊 这场雨我告诉你啊 明天 五十几克星云 五十三克不语 等位时 于指 指下的一个时辰 但是这一个时辰 成恩成礼 三点个五 长安成拜 七点重 这个大致的意思就是 长安城里这个雨水 会少一点 长安城外的雨水 会特别的大 哦 数字 哈哈哈哈 让我接受 你这个卦钥匙不灵 你再怎样 我这个卦钥匙不灵的话 你过来砸我的卦 他是想打我怎样 就把我怎样 哦 这是你说的 这些泽泽龙娘 当时把这个堵 心中暗想的可就不是打卦 common 有点钱 那么简单 他想是什么 他想是这一下子 我把你老头胡子给你拔干净的最后,我把你咔嚓一刀,给我那些龙子龙孙报仇,让你算了。 这能让你那些心里的有底啊,夏宇那是他的家管的,我说神州夏夏多少,这能是你管得了的吗? 啊,老先生你这挂滚书,有时候就走了,回到镜河一里,回家呢,又查了查自己的账本,什么账本? 清明暮雨,每年年初的时候啊,玉皇大帝都要下旨意,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下多少,再翻一账本就这么乐了。 啊,明日五十三刻,根本就没有雨,今年徒都炸我,也就是大汗天,我今天事都得搞。 啊,等等,就等着明天过了卫时之后,我上到咋挂摊去,可是刚这乐,突然间天神降临,叫净水河畔,净河龙王河在。 有人喊着净河龙王从村里边出来,一番统花儿童花。 哦,天神降临,赶紧到着城台,双齐跪地,天神降临不知何事。 天神拿着这个旨意,打开了凤天城用皇帝赵月,大帝是意思吧? 你皇家的意思怎么写这个旨意,我也不知道。 大帝的意思这个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长安城里的大旦,城里城外,老百姓云不聊生,净河龙王。 明日五十出客不云,五十斑克大鱼。 ип态,名日七十四知,城里三点城外,西点, blue treasure in the nest. 接着 notion,拿着这个纸,酷她看着小板。 一下子一屁梧的都坐下方,我不是坐顶那是礼的, 哎呀!龙王拿着这个纸一看着遥遥而去的天神, 哎呀,我的個蒼天啊,這老頭是真是神仙啊,什麼神仙?他以後一環大帝的職業都能算出來? 回到敬和自己的龍宮,拿著去,左翔右翔,左翔右翔,左翔右翔,我呀,聽他的,聽一環大帝的,該下雨我就下雨,該沉舟下就沉舟下,該下多少,下多少,可是有一點,我成里下七點,成外下三點,能把我搞定啊? 我尊重聖旨了,我嘞,第二天,五十出客星雲,五十三客不予,成里下七點,成外下三點,老百姓可就倒了沒了,成里本來是要下三點正好,結果下了七點雨,那,具體這個神仙的渡量狂山也不知道,咋能下的什麼呢,成里就淹了,但是成外的三點雨不解汉情, 老百姓該絕收還是絕收,這一下,惹鬧了天秦玉皇大帝,景皇大帝說,哼,這小小的敬和龍臣,這麼大膽子,竟敢遵竄我的玉皇之旨, 可是,展龍臺上,將他壓制,但是當天敗,展龍臺上,斬首,哎喲,這一下天兵天將,下到靖和之內,把這個靖和龍王拉到三分天敗, 啊,但是當天在展龍臺上,就三個之後,在展龍臺上,把這個龍呢,腰斬,一斬兩斬,那麼讓誰來斬呢,斬的這個人可了不起了,叫魏征,是當時,哎,很多人覺得很奇怪,魏征這個人在歷史上是非常奇怪的一個人, 啊,就跟明朝劉伯問一下,這人不僅僅是,軍事不僅僅有才行,而且來說,能家會算,有半仙之體,這人在相當之上,和將名掛號,是個跪的手,專門歹龍,啊,是他的相當的職位,啊,這有什麼問題嗎,這沒包含,啊,這先知,啊,先知,啊,先知,八了塊,好, 三日之後,五十張車,讓魏征到展龍臺上,展手著龍,腰斬,結果就在三日晚上,有一個人接著鏡河龍王拖了個夢,誰呢,李世民,李世民被誰拖了夢,被鏡河龍臣拖了個夢,什麼夢,說這個,哎呀,你是人亡地主啊,你了不起, 啊,你管著魏征,明日五十張車魏征就把我腰斬了,我是鏡河的龍臣,我心音不語,福寶的一方的安排,可是這一次,我為了跟那位老先生,我也不知道是誰,跟著打賭,結果,結果,結果壞了,我受死罢了, 這樣啊,如果說明天五十三個之前,你能讓魏征留在你身邊,不像展龍臺之上,殺我,以後我還要回鏡河那天,打那天以後,我就扶寶著你,唐朝,尖山永固,你說什麼時候下雨,你說下多少,全體, 啊,保理五五封封,好吧,皇上你是明義,聽到魏征,這是我的手下,要怕什麼呢,行嘞,好,鏡河龍臣,你放心吧,你請回去,啊,魏征,這是我的宰相,啊,在我手下成臣, 沒關係,我明日留在我的身邊,也就吃了,你回去放心吧,打我,基本第二天到早晨,哥們現在的話,九點多鐘的時候,上午九點多鐘就把魏征,招力金錢,魏征在頭天晚上,也收一黃大帝,託夢說明天五十三個,你要到展龍臺上,展出此龍,啊,要殺這個龍,做跪的時候,啊,做你們兼職,啊,五十三個,你必須 你必須的去,好像知道了,就是第二天,早晨,九點多鐘的時候,被,這個皇上李士林,啊,叫身邊,這個,哎,行吧,我今天呀,不知哪兒來的興趣,我特別想下棋,想把下雨兒,皇上平時沒事啊,好吧,你這個幹嘛,你不管,我就是下棋,啊,下什麼棋都可以,只要跟你下棋,行吧, 下棋,下棋,這個,有的人說啊,當時魏征跟堂崗李士林,下棋,下棋,下的什麼棋,有人說下的是象棋,但是更多的人下的應該是圍棋,這個,當然不可能是跳棋啊,笑笑,沒有人,那時候沒有人,啊,尽體,啊,尽體,尽量,圍棋,為什麼圍棋呢,注意,圍棋呢,是要把自己的子 連成片,然後呢,對方把這個子挫除掉,這叫什麼叫,斬龍棋,這是圍棋的一個雅號,所以有人說這個時候,暗指衛生要去殺龍,所以精神之間下的必然是斬龍棋,也就是圍棋,兩人有打,早上九點多鐘,一直下到,十一點,注意,五十三個是十一點,四十四分往後,十一點了, 這時候衛生可著急了,這,這,雖然說我是堅持,但是我都能到點不去,想來想去,他跟皇上說,啊,陛下,下棋本集啊,說實話,昨天晚上我批在中文啊,一宿未眠,呃,不能,您放我回去休息一下, 到下午,到下午我帶來跟您下這盤棋,接著下,哦,你累了,累了,趕吃吧,趕睡也行,你隨便,啊,不,皇上,你這,這不行,我得回家吃,你還嫌我這吃得不好啊,咱著,啊,想吃咱們吃什麼呢,啊,換茶包子,回家,啊,我也不知道你得意哪口,咱們三個五十,咱就幫不走, 好,好吧,吃我就不吃得吃啊,皇上,接您的這個,這個,旁邊,您呢,這個,稍微給我騰個空,啊,我就坐坐這個這個椅子在這兒,這個,煮了桌子,稍微休息一下,啊,您也不用給我安排什麼地兒了,我休息好,接著跟您下去,應該能不能, 我這麼說,行,我看著你吧,皇上,手阻著摔幫子,看著未征,他是拖著摔幫子,大眼瞪眺眼,水上就變了,沒怎麼就睡不著,讓一個男人看著你,哎,我又不好逛東端公園,哎,可是,他心裡點兒有事兒,真的拖著摔幫子,眼瞇瞇瞇瞇,可就睡著了,睡著了,睡著了, 之後,魂善酒消,三十三片外,到了展榮台上,靈魂拿這把砍刀,喀一下,把那個龍王給夭炸,哎呦,炸完之後,靈魂回來,接著跟唐王下這番棋,李世民,雖然說是人王地主一朝的天子,但是,他是肉眼凡才,不知道內功進行,進去下這番棋,過了五十三座, 到了下午進來的時候,行了,這時間不能比他,龍王爺那肯定活了,這人在我身邊從來就沒動過,行了,可是到了營業晚間,龍王又是個陀夢,啊,夢這是一個很好的傳避信息的工具,比短信還好,哎,龍爺啊,劈鋪鋪鑽擺,風身都是血,非常的慘,從大陣之外,亮亮槍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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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 這時候就走進來,這時候唐王就覺得自己躺在床上,想動動不了,龍爺走到唐王進前,唐王啊唐王,你身為人王地主,答應我的事情,你怎麼反悔了? 這時候,從夢中,沒聲音做錯,啊,我沒反悔啊,今天我一直在跟我的愛情未爭下集,從來沒離開我寸步,哎呀,你糊塗啊,看中間是不是睡著了,睡著了之後,靈魂之上,九角,三層天外,斬龍牌上,打過斬柔,打過腰斬,怎麼, 你不明白,哎呀,I'm sorry,真誇張了,實在是抱歉,我真不知道從靈魂才能上千萬,我這丞相我看來是大開討厭我,我真沒了解,你耽誤我的事,你沒辦仗,這樣的,要死,咱們倆一塊兒死,龍翁一看死了,這龍爪笨著李世民就去了,李世民想逃也逃不了,想逃不掉,想逃不掉, 我也躲不了,這鋼鐺煙口越來越緊,越來越緊,突然,一口血吐出來,氣絕了,您記住,他征官十三年,李世民死過一回,死了之後,龍王魂归彼腐,李世民 晃晃悠悠悠的自個兒,靈魂從自個兒床大之上起來,回去看去,那人跟我長得一樣,是誰呢,自個兒都不認識,靈魂飄著蕩蕩,彷彿是有火焰煎音,引著自己,來到了地府之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哪兒,就覺得兩邊兒哪兒, 因風怒嚎之聲,鬼哭狼嚎,走著走著,看前面一塊牌坊,牌坊之上起,登大四,風都城,風都鬼城,到了城外, 還沒幫你走呢,從裡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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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一個人了,這一人,青面獠牙,啊,一身紅色官袍,左手拿著帳本,右手拿著看,這麼大紅筆,這個人誰都知道,胖子,胖子人在這個古代呢,都說胖子人的姓崔,這個人叫崔爵,就是說這個人跟貝征還是有關係,關係不錯, 交情茂逆,崔爵,兩個王子那個爵,啊,坐著這個王子,右邊是一個王一邊兒,實際上都,這兩個王子都當御家,也可以多說這個御,叫崔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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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直著這個帳本,右手,也就是生死不落,右手拿朱紗,套光筆,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境前咕噔噔一下,就跟李世民跪去的,哎呀,人當地主道,此有失遠有, 您結束了,哎呀,你是誰呀,我不認識的,啊,我是陰間的胖子,哎呀,我又不曉得,你拿了,啊,您就是到了崔獨鬼城,來到陰間了,啊,莫非說我真的死了,不可能, 看我那兒說,不可能,您沒死,肯定沒死,我跟您說,我覺得啊,我聽人跟我講說,唐邦里是您的靈魂要來到紅獨城,我覺得很奇怪,於是,我緊跑慢跑,來到這兒,看著您過來,我覺得這其中並有影響,肯定不得,啊,咱們一會呢,您跟著我,啊,這就當地府一流, 好吧,咱們看看,生死部呢,到底是怎麼寫的,啊,這個,到後面,查完了生死部,給您一個明明白白的答案,您在回陽間,寄信您的人邦地主,啊,好吧, 剛往一走,剛到紅獨城門裡頭,呼啦啦啦來了一批人,誰,十點閻羅,有人說,地府,閻羅也是一個,其實不是,至少在西雍記這部書裡面,不單單是一個,十點閻羅,那平等王啊,縱江王啊,很多,啊,十點閻羅都來了,十點閻羅都來了, 在他近前,沒有向崔叛龍跪下,但是人人拱手作弈,啊,人邦地主到此,小神迎接來遲,非常的客氣,啊,你說怎麼這麼回事,啊,南地主這其中,定有影響,行,崔叛官帶路,一塊來到了,閻羅寶殿,在閻羅寶殿,趕緊拆腳滾,去拿生死部,看看所有人邦地主的,生死時辰如何, 然後,有一位小伙,一片袋皇上,站到這,唐針冠,啊,針冠明金,唐當,李世民,死期,針冠,依食分眠,剛說完這句,崔叛公過來,啪呀,就給嘴巴,唸錯了,數字眉弱,唐當李世民,唐針冠,唐王李世民,啊,唐針冠,唐當李世民,啊,唐針冠,唐當李世民,啊,唐針冠,唐王李世民。嗯,唐針冠,唐门,唐李世民,啊,唐針冠,唐冠,唐當李世民,啊,唐詆冠,唐民,唐雷。 死期,争冠,一时三年,哎呀,还有一个话,再面,是一时三年,拿我,右手指令周杀分离了吗,随便过来,上下各偏一行,再一字,上下各偏一行,再面,啊,创争冠,三时三年,哎,就是免费了。 注意,这里边很多的事情,到底为什么催旁闻那么多,一会后面提灯锅点,哎,您还有二十年阳朔呢,我说不要了,二十年阳朔,您回去了,正说着就听阎老宝殿拜托啊,我还喊着声音, 李世民,李世民,我表明了,这声音一入李世民的耳朔,李世民是,走如谁的,谁啊,这个声音听得特别真实,谁,他哥哥李建成, 啊,姐姐姐就会听,谁把华国民来,他弟弟李元吉,谁把华国民来,他把李元吉,哎哟,把这个李世民吓的呀,好嘛,这到阴间都找过来了,大家都知道,选武门之变,这个选武门城下,本来是李建成李元吉, 想要把这个,亲中的李世民,斩于这个选武门之下,结果呢,被李世民,扶兵射埋鼓,把这个,建成,一箭射到这个档,整个穿过去里面,能这么整的,后来,李元吉跑到我们当中,遇着遇迟禁德,遇迟禁德也是一箭,把这个李元吉,脑袋连亏, 李元吉,在脑袋一箭射穿,脑袋上,这儿有一个箭,后来呢,李元,是被李世民,被迪退位,后来死了,等于是,斩兴,涂毕,把自己的父亲弟,啊,得亲人大都找他来了, 王国民来,哎哟,这帮人在店外都喊,杨敬超超,也是你往外一看,好吗,我也太惨了,啊,一个这儿扎着剑,一个这儿扎着剑,老头抖路筛康,心里撩牙子,好,杨敬不这样,可不敢出去,旁边提款赶紧过来,哎,不怕,不怕,不怕, 这个,在杨敬,就是您的兄弟,就是您的父亲,到这儿了,都给我们管,啊,以后把他们全扎着走,别害怕, 这注意,这是一心李世民,出来之后,这个李世民说,我从来没到这个阴桃地府,来不都说阴桃地府有十八层地域,我能否关键一下,行来看吧, 哎哟,在这堂当李世民,这一层一层的地域都看,斩蛇地域,什么腰斩地域,什么,这个,油锅,什么上刀山下火海,油鸡里油锅,大伙可能有青果车啊,啊,一个一个砸的,雅砸的,张老,你来身边要砸车啊,早点尝看,反正非常有意思,啊,各种情况,哦,人还能更死呢,太了不起了,啊,你们就发动通告,哎,十八层地域都看了, 到第十八层要出来的时候,又听后边,李世民还我命来,这事听得清楚了,可是人特别读义听啊,那成千上万的人看,李世民还我命来, 李世民说,这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很高,哈哈,李世民还我命,啊,这是当初,您建立大唐王朝之前的,三平六五反王七十二五天臣,都是您的手下败价,啊,诸位,一将功臣万古托, 更甭提是一个人帮地主要成就一败的,要与将权,杀的民呐,就甭提了,这是全涨了,在十阵阳光和崔潘的互动之下,出了十八层地域,来到了奈何桥派, 所有的大鬼小鬼在奈何桥派,要喝一碗孟婆汤,过着奈何桥,就投胎转世了,这意思呢,过着奈何桥让唐王李世民,荣归自己的这个本身,啊,他不用喝这个汤,他是刚站在奈何桥,就看前面,啊,一群大鬼小鬼啊,这个什么样子都有,在那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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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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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那个文银坐坐坐俩 但我没带那么几钱 没关系 我先借你 好说话 借你一库的金银 你一库到底多少 书中没有真正的交代 但是是一库金银 好了 那我借你 我回到阳间之后 我一定想办法烧给你 好 就是三经理是您 那么您出这个 樱桃地府要无归上市之后 以前 在这个景观跌跃的时候 他们李世民 紧索眉头 回头问问这个村畔 他们 我说实话 第一次上这来玩 第二座我不想来 可是刚才你在生死簿上 写得很清楚 我还有二十年羊肉 二十年之后 我还要来到这里 说实话 建成原地 连着我的父亲 女儿 三六家 返盘 七十二五年 连着党死成 成亲上班 那么多的人 这都是找我要账 有什么过解 是法没有 您们这一事 还真有破解 是法 说了就我听 要说一点的 你只需要到阳间那 找一个 品行好 工人身 大航高的高僧 这一堂水路大会的法师 要多大 有多大 能多大 就半多大 月经超过七七四十九天 超过地府里所有的这些王魂 什么时候地府 王魂空了 地府没有喊蛆之声 这叫什么呢 这叫 要结百渊之结 要结无望之灯 这时候 你们再回英草这些 所有这些王子的人 你再也见不到 而且 这张法师能保佑 尖身勇 不顾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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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靡魂转世 回到自己的本身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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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朝地府 走一圈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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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呐,各位,这就回到最初咱开始讲的那个话题,为什么要起庭? 看天下的明尊贵佛要见一场水落法师,那谁办的事呢,魏征来办,魏征连统三个老臣一起组成了海选阶位。 而就是海选,海选最后把身家的众征选到最后剩1200的高层,1200的高层,写来写去选出一个多大的高层,这是谁? 是玄壮法师,海选壮法师是真人深,真人好,品行高。 他们俩呢,中原好,陈行高,苏名人姓陈吧,他的父亲就是陈光瑞,当时那是什么呢?那是一朝的状元。 他出海选,你们的母亲 sonいうettosal, Gefühl有的阿爺,那这是一个多二大哥浩子,还只在一面查阅上的人他向我们交费什么的寝民,就说他因 professor zou for a birthday. iiiouir is a badass,这位 老公正正是ump bit it, rookieじゃあ Atari 001 001 003 004 001 004 002 004 003 007 005 202 005 004 002 005 007 005 until6 00,5 t just 108 004 001 005 day, 71 007 005 268 004 001 00520 007 002 004酣istically有的阿爺。 本来是哪 了不得 同时 品仅也高 品仅那么高呢 佛月天音 单单会 满天的佛金 现见能 就是 是佛金没有人也不会配送 佛月天音 没有人也不行的 你把他请来 给你做这场水路大会 必然能够超度天下的普通论争啊 行了 做了 这场法会就是做起来了 水路大会 第一天念经 第二天念经 第三天念经 念到第七天 本来对于 这天一定一共要念是七七十九天 念到头腿 这几天长官成就来的一个人 这有人身旁有一小童子 小童子手挂着一桶夹夹 这人手拿着一个踢站 说是踢站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啊 这个 河河河走远路 爬被当拐夺用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西藏上不由华儿呢 这个华儿就被 金飞鸟啊 金昆虫啊 爬被这个这个 啊 有什么爬的 啊 啊 有什么爬的 牠远被他们拉尺啊 那个爬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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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拉尺呢 谁妈还走落哪呗呀 别说的这个大楼都不明白 啊 大楼家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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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啊 齐上 那么 叛度大书的这位 所以,可能大家也就知道了,是会案停车,金家转世 那麽这位拿着西藏的,幻化成一位老佛政的,是关于水军谱的 在大集市上一般行走的一道都喊 我有金郎家车,我有九荒西大,金郎家车九荒西大 有阳之人,不能不许无阳之人,金郎家车五千两万元,九荒西大两千两万元 一般喊着,一般说着,旁边有人问,这儿子大多少钱啊?五千两二千两,哎呀! 这怎么一破坏的你卖二千啊? 你卖坏的,这就是主持人的东西 好,那男朋友都吃大酒,走来走去就走在这条这条水路把揮车 这一事啊,听到没有多大的声音,继续喊 这就是我有金郎家车,卖五千两,九荒西大两千两 这一事传得特别的远,远到什么程度呢? 这一事传得特别的,陪同着高大法台之上的玄奘法治的 皇上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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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择了法治,让他的属于,这算是我聊不掉信心吧 哎,就把这个观止音幻幻幻幻幻的这位东人请过来 你,夹杀,西长,能不能买我?啊,夹杀是五千两,西长是二千两 哦,那没问题,这不是事啊,别人拿钱,慢着 呵呵,我就先不要去 您做这场水路法事 可是念的小成教法 说成几句话之后,他们理事明并不太懂 但是,法台之上,玄奏提了 停下手中的经文,看台下,那一位老新人使得不消的 哎呀,先锋道路,这是高人哪 赶紧从法台之上登登登登登走下来 这位老前辈,您这是什么意思? 啊,您念的可曾是小成教法 你念的可曾是小成教法 当然是小成教法 你可是大成佛法看到 我从小到大念经历十八百 到现在我只接触过小成教法 从来都不知道有大成佛法 呵呵,我有大成佛法当当在大集间 大雷寺,如来我处,共有法文经三大 法经一大,旁骗 云经一大,书记 这个经经的第一个经还是经文的经 经经一大,旧鬼 三大,真经,共计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件 总继五十五国 能解百劫之间,能消无望 却再说完这句话 唐郎理事民,火烂不下 这分推翻了个旅渡之前说的那句是一样的 这位老师,您能说大成佛法当当的清清大的音处 可以消百劫之间能消无望之灾 但是 那我这小成佛法封藏如何? 小成佛法封藏想修无妄之灾,是以尊先,没有任何意图 那你想得大成佛法封藏如何? 要想得大成佛法封藏,需得派一个品尽好真人生之人,路途遥遥直奔十万八千里之外 在我今天大的阴寺之处,取着真经,取着真来,可保你真身永固,可保你地狱冤魂多生 所有的这些话,全都在藏旁人心之儿 哎呀,那是我干的,今天是白干的啊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啊,还有六天啊,七天四六天,就是国际完了,六天四二天五 对吗? 啊哇! 那些人说,谁能替我到新增去取这如来真经? 旁边,就已成先了,马上! 你不说,小生不才,越往西天大的英识之处,替我往求取这真经 向无望之道,却败贼之言,注意这儿就结束了 为什么,唐三藏去西天取经,是土的众生呢? 不是! 不是! 是同样佛法吗? 不是! 是当初唐三藏去西天取经,是土的众生呢? 不是! 是同样佛法吗? 这百姓之言,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儿是唐邦理事民的需求 唐三藏没有这个要求 是唐邦理事民,派唐三藏去西天求行真经 这就是整个唐邦理事民的真正原因 那么,从这儿大家可以稍微地做一个思考,什么呢? 为什么对付这种催泡过那么大的唐邦理事民? 一三年改成三三年? 还有三经理事民到底是为什么? 实际上,说实际上,说实际上这儿都是狐子设的口 为什么唐邦理事民要去真经? 说来,这是关世音设的口 那么,关世音设的口 是如来佛 让关世音设那么多 那如来佛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多? 这一个目的,是不是弘扬佛法呢? 是不是补兜众生呢? 如果不是这个目的,那么如来佛到底要干什么? 他的目的在整个前后一百回当中 修计里面体现了体现 所有的这一切,决定大会大闹天空的,我和黑手到底是谁? 李孟室 canvi 有战